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早晨》 今天六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7月9日 这里有个新西兰的宜德台养亚中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了网上编辑部、正案部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纵纳模式的力量 好了 这次节目就要讲讲阿富汗 讲阿富汗当然要讲一些历史的问题 Crossover一下 望向历史部 望向历史部都很久没有做过了 那我们现在考虑要不要再做 如果想听的网友就留言 因为这些历史题目呢 很多时候那些view数是极差的 如果想听的话就留言 讲一讲阿富汗的历史先 这个地方洪山恶水就出刁文 战斗力異常强劲 在世界历史上有很多个大帝国 先后都在阿富汗遭遇战略性的兵败 有些甚至是兵败之后是一决不振的 包括在古代佔领整个南亚地区的马其顿王国 去到近代一些佔了整个印度的大英帝国 接着去到上世纪80年代 苏联都是不行 那阿富汗就有这个帝国坟墙的称号 那美国拜登政府在2021年7月初就宣布了 駐阿富汗美军就预计在8月底前就完成撤军 走到很快 是啊 正规美军在阿富汗这个中亚国家 持续20年的军事行动也都将会画上句号了 嗯 搞了20年就搞到不知道搞了什么回来 一无所有 虧了很多钱 那之余 还经常被美国人自己罵死了 干什么不走啊 打了这么久都蹲在那里干什么事 那他完全是没有好处的 对美国来说 嗯 没有好处 但是他没办法不做的 因为 那件事他搞出来 没办法 哈哈哈 因为很坦白说 就是911之后呢 大家知道什么事的 就 也找个地方祭旗啦 所以一开始就去了伊拉克啦 接着伊拉克就发现什么都没有 那接着原来又说去了阿富汗 那 顺便清走了当时塔利班 因为当时是塔利班拿贓的 那就把塔利班就打去山区 就在阿富汗就扶植了另外一个政府出来啦 那 美国不是没有做好事的 美国有做好事的 尤其是在保护女性权益那方面 美国做得算是不错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阿富汗是有很强大的保守势力 那这些保守势力就支持塔利班 那塔利班做过很多坏事的了 之前我们也有节目讲过的 就是有些人说 都要为塔利班讲好说话 为这些你没办法为他讲好说话的 因为他们这些是极端组织来的 还有一样东西 它是令到那些维吾尔人很极端化的 其实是有维族塔利班这一样东西的 还有他们和基地组织千丝万扭的关系 根据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看得到 就说有很多维族塔利班 基地组织成员 已经由巴基斯坦 转移过去阿富汗那里了 现在就是想着 阿富汗等美军撤走了 塔利班就全面佔领 现在是这样的 那美国本来呢 就还有打击那些 塔利班的那些 军事堡壘 和大本营的 但是 连那个空军基地都已经撤走了 已经 是啊 一夜之间就全走 是啊 还有 没有给到阿富汗军队的 就是那些装备 完全没有的 那个基地都没有给到阿富汗军队 就这样撤走了 美国佬是 最好笑的还要是 当地阿富汗政府的军队 是他们走了之后 几个钟头之后才知道 噢 消失了一些人 哈哈哈哈 那美国佬这次呢 其实有意搞乱这个地方的 是有意搞乱阿富汗的了 就是他本来就看场的 现在就不看 不看着那场呢 会怎样呢 那当然是会 高概率啊 是打内战 高概率就打内战的了 那美军已经撤走了 九成以上的部队和装备 有些不能够撤走的重型装备 他会怎样做呢 他是不会留给阿富汗军队的 会抑你的 是的 美军就地烧毁 不过就算 留给阿富汗军队也好 最后都是给回塔利班 那不如弄坏他算了 哈哈哈哈 那个问题就是 中国都要撤桥 之前我们说过 是 因为外交部六月底的时候 都提醒 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 和机构要尽早撤离 为什么美军撤军 中国都要撤呢 中国官方的理由 当然是简单 擔心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 其实都是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美国是要阿富汗亂一锅的了 因为美国和北约看场就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如果没有了他们看场就没有了 这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一定是会大混乱 不只是中国 所有地方 周边的国家都是 土库曼 塔吉克斯坦 需要不需要出兵阿富汗 看着土库曼 和塔吉克斯坦的边境 这个很难搞的 刚才我想讲的 我还没讲完 但是台阳又讲了其他 不好意思 其实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国家在阿富汗的公民和投资 都会很危险的 根本是没有办法保障投资和公民的安全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美国佬和北约其实就在看场 严格来说 那当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佬和北约的看场 但是中国就有人 就是有些私人企业去赚钱 那他们一定看不过眼 其实中国都是赚不到钱的 其实说真的 有很多时候做一件事 就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中国的角色从来都是 就是在阿富汗那里 就是一个建设者 协助者和滑船者的角色 这个是中国官方讲的 过去20年 中国在阿富汗都是搞建设的 美军和北约搞残了塔利班之后 中国公司就去到阿富汗做援建的工程 那些水利工程又做回 其实因为如果阿富汗乱 其实对中国都没什么好处 有很多时候 做这些援建的工作 都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还有欧盟也有投资做基建 就是做那些公路那些东西 那中国工程公司就进去做承包 但是承包这些呢 其实是很高风险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苏联入侵 再加上军阀混战 这些这样的大型战争呢 是半个世纪就有 接着塔利班也有 塔利班也是 那阿富汗其实有 大量未爆的地雷和炸弹的 你做基建就很容易挖到这些东西出来 那挖到这些东西出来 就一爆就没命了 那还有啊 其实阿富汗呢 就是据回北约的统计 2018年的时候 它有个统计的就是 七成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阿富汗政府是管不了的 要么就是塔利班 要么就是地方武装势力 这么弱计? 没办法啊 它美国那个模式呢 它只能够占那些大城市的 那些农村地区它根本的力量去不了那里 因为你要去到那些乡郊村啊 山区啊那些 喂 要很多人的 美国根本没有那么多人 根本做不到的 搞到一堆东西这样的其实是 那些武装组织 也都会 襲击那些施工队 或者勒索他们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它靠这些来找食的 勒索 通常就是 劫走一两个唐人 接着就 就是绑票 其实严格来说是 就是 中国人一条肉心就值50万美金 曾经有个传言是这样的 但是虽然是这么危险的 但是中国很多国企都有 进去做 拜仕 就是铜钢啊 华为中兴啊 中国路桥啊那些 其他民企那些都有进去阿富汗做事的 就是中国其实有投资很多那些 那些小型那些民生行目 学校医院那些呢 是有做的 嗯 但是做这些东西呢 现在就变成是吃力不讨好 那会不会主动去襲击中国人呢 很不幸地告诉大家是会的 因为据我们的了解呢 有很多围族那些塔利班基地组织的成员呢 就由巴基斯坦呢 转移到去阿富汗 那其实大家都是预认了一件事 就是美军撤走之后呢 就会打一场大战的了 现在个个都是这样看的 就是阿富汗就不会和平的了 还有摆明着的事实就是 阿富汗政府呢 基本上美军撤走呢 他就收得工的了 那今次有任何灾难呢 其实都是拜登制造出来的 是拜登拍板要撤走 还要尽快撤 好像刚才台洋那样说 撤走的时候 直接不做交接 全部的东西 就地消卫 就是撤不走的东西就就地消卫 剩下一个吉的基地 留给阿富汗政府 那其实 美国的取态是很明显的 基本上就是叫阿富汗收工 而且 要将那个地区的稳定 完全破坏 其实美国佬和北约在那里看着那场呢 那个地区是相对稳定的 虽然 都是有一些武装组织啊 刚才我们说了 绑票那些会有的 就是襲击那些都会有 但是 不会好像没有广管的一样的 美军撤走呢 那可以预计到一样东西 就是塔利班 就应该会 占了很大部分的地方 但是 它是控制不了阿富汗全境的 因为阿富汗呢 在不同的地方 都有很多那些武装组织 所以 只会乱局一个 那究竟为什么要特意整乱这个地方呢 某程度上都是因为 一带一路要破坏 我说是这样的 是啊 那这个没办法的 中间这个委乱呢 就是除了可以影响到中国之外 也都可以影响到俄罗斯的 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 新疆那里 因为现在呢 中国撤僑呢 只能够坐飞机的 是不能够陆路的 虽然 中国和阿富汗是有边境接让的 但是 去不了那里 为什么呢 封了 因为 沿路 有大把塔利班 还有 有些 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武装组织 它是独立武装组织 不是塔利班 也都不是阿富汗政府底下的成员 是啊 是当地的那些军阀 还有 有些维吾尔人 是塔利班 是参加了阿富汗的塔利班 和基地组织 其实阿富汗政府呢 是曾经向中国移交过 在阿富汗捉到的围族塔利班 这些围族塔利班 和基地组织成员呢 真正恐怖分子 很麻烦的 是非常坦的 就是搞到新疆根蒙瓦瓦瓦的 是啊 就是去这些地方学诗 学完诗就回来了 那对于阿富汗来说 大家都知道的 不是塔利班掌权 就会统一和平的了 会有一段很漫长的时期 是内战和混乱 所以 没办法 中国一定要撤僑 其实讲过了 这些 你只要没有了美国佬体长呢 其他事情全部都做不到的 那当然美国佬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是美国根本上 每个礼拜在阿富汗都要死人的 那美国是负担不了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不断做这件事情之后 是没有好处的 那他们走了之后 这个地区是会乱的 那没有办法 那有些人说 那可不可以俄罗斯进去驻军啊 或者中国进去啊 那样 很坦白说 就是这些 红山岳水出刁民的地方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派兵去驻守呢 又是没完没了的 你派兵进去 然后 那个情况就是和北约和美军一样 你真的派了进去呢 就被他拖死你了 俄罗斯都乃祸金 美国也是这样 每个人进去都死了 一开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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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了塔利班 其实就不是 化整为零啊 他们是 他去了不同的地方 他去了山区 你根本都 就是 那个力量去不了 那个基层力量 你是去不了那些山区的 是 那中国 有什么可能 会自己陷入去那个陷阱里呢 这个是困难的 没办法了 就是投资了的东西 比如那些铜矿那些 都是要撤走的 还有 所有维持和平的行动呢 都是要联合国决议去做的 如果 联合国决议说可以做 就是阿富汗 我觉得中国有可能派兵的 但是 要联合国决议去做 都不是真的那么容易 你要让成 很严重的人道灾难 才会这样做 那究竟之后会怎么样呢 大家都不清楚的 但是又 又会令到有很多难民出来 是这样的情况 很难搞的 这些这样的情况 大家 不想见到的 但是 都没办法的了 无可耐行的事情 对中国来说 阿富汗最忌忌的就是 有一帮极端分子 维吟尔族的极端分子 就是由所谓的东特厥斯坦 伊斯兰运动 这些组织 是 当年以前 就是说20年前 这个组织 就获得塔利班 专门训练的 专门训练的 真正的恐怖分子 教他们如何 散播一些极端的思想 满透入新疆 很麻烦的 这个组织本身 是啊 并不是像西方所说的 因为西方 经常都现在说 哇 是中国压迫他们 他们才做恐怖分子 不是啊 他们这些是真正恐怖分子 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无关的 他们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 所以现在没办法的了 中国呢 只能够36计 走为上计的 只是没有计的 哈哈 哈哈 你不是怎么样 你和他们一起死 抱着一起死 不行的嘛 另一个方法 就是只能够在边境里 加强的 这些的军事部署 就防止一些滲透 去到新疆 就是万一进到新疆的话 造成那个破坏 就非常的难搞 那过去十年的努力 很可能是因而百废的 是啊 以及塔利班 就是没有人性的 之前我们有一次节目都说了 喂 新疆啊 就是现在来说 男女都算是平等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 你没有中国共产党啊? 新疆就大了 就变回中世纪那样了 是啊 就是塔利班是怎么样呢? 说回塔利班的恶行出来 他竟然不让一个女人踩单车的 踩单车也不准 就是因为他是女人而已 哈哈 他多荒谬啊 你真是 电视不准看 有些地方眼镜不准戴 是啊 就是所有 现代社会的事情 他们基本上都是不准的 如果一个这样的组织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为他说话呢? 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现在很搞笑的 他跟美国对抗 所以他们是好人来的 不是吧? 这些基础是非 你都要分得清才行 是吧? 他们搞那种思想滲透在新疆 令到很多人觉得塔利班是有希望的 很多不同的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加入了他们 加入了塔利班之余 所以发动袭击 都看到是 还可以有办法对付 但是在思想上的滲透呢 是很难搞的 要花了十年时间才 糾正回来 在新疆 付出的代价是多少? 其实用了20年左右 都要20年 是啊 其实都20年了 都很久了 20多年了 当然有些人就说高压政策 所以能压得住 但是老实实 这个不是高压政策 我都要重新再重新 重新再重新 事实上 这个 是文明的做法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要他们学东西 职业训练 让他们没有那么极端 找到食物 这些是最文明的方法来的了 如果你说这些 哇这些不文明 哇大佬 如果这些都这样做 都不文明的话呢 这个世界没有文明的方法的了 处理这个问题 是没有的了 真的没有的了 老实实 现在能够做得到的东西 中国政府能够做得到 或者已经做了的东西 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来的了 不是好像美国佬那样 抓了一些极端分子去关塔那摩的 很文明的方法 叫他们学一下东西 你读一下书 学习一下 接着大家找到食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那不就行 有些人呢 就硬硬都要 决中国 说这些是坏东西来的 那很坦白说 如果你这样都觉得是坏的话呢 美国佬做的那些呢 就是很极端 离了大谱的了 就是做人说话评论 一定要公道 实事求是 这样才对的嘛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说其他话题 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